在人潮來之前 要把猴群先趕走 這是武林農場 櫻花季馬上在二月十二號 正式開跑了 但是這邊常常有很多台灣蜜猴 而且是集體出來祕食 會向遊客來爭搶食物 那為了避免這個迷克 我們會騷擾遊客 而且壞了賞鷹的性質 因此東市領館處 就特別組成了一個農場巡護隊 又不會傷害 蜜猴的七彈槍 來嚇走這些猴群 一發現喉群靠近 巡護隊人員馬上發射七彈槍 原本聚集在櫻花樹下的蜜猴 聽到槍聲嚇到溜進樹林 這裡是武林農場 接連五天的驅候行動 一共驅離了五百多隻的蜜猴 農場會撞驅猴是因為這些調皮的猴子 過去常在園區內搗蛋 不只亂翻垃圾桶找食物 還會向遊客爭搶 霸佔在馬路中間 甚至跳上了櫻花樹 大口大口吃起櫻花 讓農場很困擾 武林農場櫻花季 2月12號就正式開跑 農場選在春節前大動作的驅猴 就怕這些猴猴出現 影響遊客賞鷹的興致 同樣可以看櫻花的 還有南投信義望高地區 兩公頃的櫻花林 平均已經盛開五成 從高空俯瞰 就像一條粉紅色的浪漫隧道 預計春節期間 山櫻花就會全數綻放 緊接著還有春寒櫻 花期可以持續到3月 記者魏少宇林宏及方品文 台中南投綜合報導